我提过好几次 这个大写的U 就是系统的热力学能 而且系统的什么能量都包含在里头 它包括分子的动能 如果分子在振动 它就包括势能 它还包括化学健能 它也包括每个想要乱动的电子的势能 不过对我们而言 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学入门级的化学物理 或者热力学课程时 我们就假定讨论的系统是理想气体系统 甚至更进一步气体是单分子理想气体 所以系统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单独的原子 因此这个时候 系统当中唯一的能量 就是每个粒子的动能 所以我这集要做的是可能会有点难算 但是我觉得坚持到最后就会发现很值得 我这集要说明定压定容 或定温系统当中热力学能的多少 所以我要把压强体积或者温度和热力学能联系起来 注意了目前的课程当中 我只讲过热力学能的增量 我们可以把它和系统吸收或放出的热量联系起来 还有环境对系统做的工 或者系统对环境做的工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一个系统当中热力学能的大小呢 为了算出它 我们来做一个小的思维实验 我们会在这里化解一下 不过我觉得你可以接受 还可能挺喜欢 比方说我画一个正方体 有种感觉告诉我 我好像已经在物理课当中做过 这个近似证明了 虽然我觉得没有确切把它和热力学能联系起来 假设系统就是这个正方体 然后正方体的每个边长都是x 所以它长x宽x高x 所以它的体积就是x的三次方 假设系统中有n个例子 大写的n 我也可以写成小写的n 但是我们简单点有n个例子 它们自由运动 接下来我马上要做一步简化 但是我认为这样做很合理 所以在正常系统当中每个例子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它们都朝着各个方向碰撞 任意朝着四面八方碰撞 然后当它们撞击容器壁的时候 就产生了压强 它们也经常相互碰撞 等等等等四面八方 现在为了简化数学计算 就这样就可以了 很快的算出来 我要做一个假设 我假设 三分之一的例子都会 好吧 三分之一的例子 都沿着轴线运动 所以三分之一的例子 都沿着这个方向移动 我觉得可以说是 从左到右 而三分之一的例子上下运动 然后三分之一的例子 前后运动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事实 但是它会使计算非常简单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四面八方的 所有例子的热力学统计 其实你最后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这么说 我觉得这是非常大胆的简化 我们遇到这样的系统的概率 无限的小 我们一会会讲到伤 以及这个概率非常小的原因 但是我们的系统可以被这样简化 这个系统可以产生压强 它是计算简化不少 利用前面的条件开始分析系统吧 从侧面观察 从这边观察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或许我应该用绿色的 比如有一个例子 它质量是m速度为v 这是系统当中n个例子之一 我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例子 对这个容器b施加的压强是多少 我们知道b的面积 你对吧 b的面积是x乘以x 所以是x的平方 这个例子所施加的力是多少 这样想 它向前运动 或者说向右运动 当它的动量改变的时候 就施加了力 我这里小复习一下动力学 我们知道力等于质量乘加速度 我们知道加速度等于 也就是等于质量乘以 速度的变化比上时间的变化 当然我们知道它被整理成 它等于质量是长量 我们要改变的量不影响质量 所以是delta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变量当中 所以是delta mv除以delta t 那么就是动量的变化 对吗 所以它等于动量的变化 除以时间的变化 这是力的另一种表达 所以这个例子的动量变化 是多少 它会撞击容器b 现在在这个方向 它有一些动量 它的动量等于mv 它会撞击这个容器b 然后直接弹回来 所以它的动量是多少 它的质量和速度 大小不变 我们假设它是完全弹性碰壁 没有热量或其他损失 但是速度的方向改变了 新的动量就是负的mv 因为速度的方向改变了 现在如果我开始动量是mv 然后弹回来的动量是负mv 动量的变化是多少 动量的变化 在弹回来之后就等于 等于它们的差 也就是2mv 这还得不到力 我需要知道 每单位时间动量的变化 碰撞多久 发生一次频率是多少 每次运动到这里都会碰撞 每次都会碰撞到容器b 然后粒子会回来 然后再撞击 所以这就是它发生的频率 那么两次碰撞之间 我们需要等多久 粒子一次要运动x距离 它会碰撞 然后运动x距离到左边 距离是x 我换个不同的颜色 这里的距离是x 它需要运动x距离再回来 然后再运动x距离回来 所以它需要移动rx 移动rx的距离需要多久呢 时间.t 就等于我们知道 距离等于速率乘以时间 如果距离除以速率 就得到了所需的时间 这是基本运动方程 那么.t移动的距离是一个来回 所以是rx除以 速率是多少 速率就是速度的大小 除以v 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t 因此单位时间的动量变化 等于两倍入射动量 因为以同样的速率弹回来了 不过是负的动量 然后时间的变化是这个值 它就是粒子在两边之间 来回一次的距离 除以速度 所以就是rx除以v 就等于rmv乘以它的倒数 分数性质 就是v除以rx等于什么呢 2被约掉了 所以就等于mv的平方除以x 有趣吧 我们已经来到有意思的部分了 但是如果你还觉得不够 那么等我一下 这是一个粒子所施加在粒 这是一个粒子施加在一面容气壁上的粒 面积是多少 我们在意的是压强 我们写在上面了 压强等于单位面积上的粒 这是粒子所施加在粒 也就是mv的平方除以x 除以容气b的面积 b面积是多少 b的面积 每个边长都是x 所以如果是这个b面是x乘以x是x平方 所以除以容气b的面积x平方 它等于什么 等于mv的平方除以x的三次方 你可以说 这是乘以1除以x平方 这一堆变成x的三次方 有意思的部分来了 这一个粒子产生的压强 这是这一粒子产生的 等于mv的平方除以x的三次方 x的三次方是什么 那是容气的容积除以体积 我把体积表示成大v 看看我们能不能导出有趣的东西来 所以它的意义就是这个粒子产生的压强 我来换个方式 这是一个粒子对一面容气壁 那么所有的粒子在立方体当中有n个粒子 它们之中有多少会撞击这个容气壁 又有多少个粒子一样来会撞击互相碰撞 我说过三分之一的粒子会在这里面上下运动前后运动 如果总共有n个粒子 三分之n个粒子的运动方式和这个粒子的相同 这是一个粒子的压强 如果我想知道整个容气壁的压强 那么壁面上的总压强是由三分之n个粒子引起的 其余的粒子没有撞击这里 所以我们不用考虑它们 所以如果我们要算总压强 我就写p乘以wb的压强 b的总压强pw就等于一个粒子产生的压强 mv的平方除以v乘以撞击壁面 的粒子的总数 粒子的总数是n除以3 因为只有三分之一的粒子是这个方向的 所以B面上的总压强就等于mv的平方 除以容气的体积乘以粒子的总数除以3 看看我们能不能整理一下 所以如果我们把两边都乘以 如果两边同时都乘以3v 得到pw乘以3等于mv的平方乘以n 其中n是粒子的总数 在两边 然后就得到了3pw除以 还是不要了n留在这里吧 方程两边同时除以2 就得到得到什么呢 得到2分之3的pw等于就很有趣 它等于n也就是总粒子数 乘以mv的平方除以2 记得我刚刚通过两边除以2 得到了这个 我这样做是有特殊原因的 mv的平方除以2是什么呢 mv的平方除以2是 使这个粒子开始时 那个粒子的动能 这是动能的表达 动能等于mv的平方除以2 所以这是一个粒子的动能 然后我们把它乘以总的粒子数 乘以n 所以n乘以一个粒子的动能 就是所有粒子的动能 当然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个假设 我可以说假设所有的粒子 运动速度相同 并且质量相等 而实际当中粒子速度应该是不同的 但这是为了简化的假设 那么假设它们的速度和质量相同 所以如果我乘以n这部分 是系统的动能 快算好了 实际上已经算好了 我们推出了系统的动能 等于 2分之3 乘以压强 再乘以系统的体积 那么系统的动能是什么呢 它就是热力学能 因为我们说过系统中所有的能量 因为它是简单的理想单分子气体 系统中所有的能量都以动能的形式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说系统的 系统的热力学能等于 也就是系统的总动能 它等于2分之3 乘以总压强 乘以总体积 你可能会说 你刚刚只算出了这个方向的压强 那么那个方向的压强 或者是整个立方体的压强 都相等 所以我们只需要算出一个方向的压强 它就是系统的压强 所以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我们知道PV等于NRT 这是理想气体方程PV等于NRT 其中这个是气体的物质的量 这是理想气体常数 这是温度 单位是凯尔文 如果带入这个方程 我们会说 也可以写成2分之3乘以物质的量 乘以理想气体常数乘以温度 好了 我讲了这么多 还算了些数 但是这结果第一很有意思 因为现在你就得到了它们的直接关系 如果已知压强和体积 你就知道了热力学能的大小 或者说系统的总动能 或者说如果你知道了温度和分子数量 也可以求出系统的热力学能大小 有几个关键 我希望你们能够留下印象 如果在理想情况下温度不变 也就是dotT等于0 这个常数也不变 粒子数也不会变 然后热力学能也就不变 所以如果热力学能有变化 以后的证明会用到这个 我们就可以说它等于 2分之3n2再乘以 那这是唯一变化的数字 也不是理想气体常数 乘以T的变化 或者它也可以写成 2分之3乘以dotaPV 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哪个是定值 好了 这集算术比较多 我很抱歉 但是我希望它给了你一点这样的概念 这其实就是所有动能的总和 我们把它和一些宏观状态 函数联系起来 比如压强体积和时间 接下来既然我们已经做了一集的证明 我们以后可以直接用它证明别的 如果要真的这样 至少你不会抱怨太多 无论如何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